二倍 群惠是 哦我馬上就看到 對對對我馬上就看到一些課金提示的 這些什麼元寶 武俠遊戲 逆不開什麼鑽石元寶 然後還有什麼鑽 還有什麼寶石之類的 還有什麼什麼什麼其他什麼票之類的吧 對不對 幹嘛 這什麼 我看到這個我也不覺得什麼 不覺得開心哎 勾選 哦還有寸進哦 我看到一個比較屌的東西有寸進哎 寸進 然後這個這個就就跟之前的一些武俠手遊一樣啊 就比如說 呃 比如說把這集滿之後再跳過去集滿另一個吧對不對 看這個 提升心法要用這個吧 哦還用元寶買哦 哇靠 我就說吧 一定會有儲值啊之類的有的沒的 隨便亂點都會點出來 反正這個就是要買 買一些什麼資源啊 然後去提升啊 可能可以慢慢融起來 但是 大部分還是會要你課金哦 這種遊戲 因為拼戰略遊戲大部分都是要你課金的 所以不意外啊 又是一款 課金明晰手遊 然後幹嘛 戰鬥設置 你要幹嘛 自動補藥 呵呵 我覺得以前的線上遊戲除了外掛之外也不會要我線上補藥啊 你看燈 我看一下 三層拍賣行 然後手除 這手除我看一下 第一日送價值 然後這個 一次一次手除連送三天 我們看一下他 儲值的部分 他儲值的部分在哪裡啊 三層嗎 然後儲值 我看到這些元寶嘛 我真的就覺得快吐血 你知道嗎 看一下哦 這個 九千 這是以美金 美元換算的嘛 然後六千個元 六千個 六千五百個元寶嘛 差不多 差不多要美金一百塊 美金一百塊是多多少台幣就兩 接近三千了 接近三千塊台幣 換六千多個元寶 白癡啊 媽的 真的真的除下去就真的會變白癡哎 三千多塊就為了六千多個元寶 頂多你第一次 哦 第一次買的時候他多送你一倍而已 靠這個也會有人課金 真的是蠢到不行哎 你花了三千 三千多塊都可以在一個月裡面 做多少事情了 然後你買買這些元寶 第一人啊 真的是第一人 然後我們看一下他一些秘籍 他不是說什麼提升心法這個 哦 這個 如果你花時間聾的話 你可以去聾起來 因為他都會有獲取途徑 你花時間聾 絕對聾會起來 但你絕對比不上直接現成買贈力的玩家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很多武俠手遊 特別是免洗手遊他們的慣用套路 哦 你農 農得起來 但是你比不過現成買贈力的玩家 那如果要現成買贈力的話 那就不是比實力 那就是比財力啊 提升心法我看一下 你看這個三成購買 一個50 哇 一個要50塊哦 50個元寶 我想一下 剛剛算多少 6500個吧 然後6500個 然後除以50多少 我想一下哦 哦 我算數不好 所以我們開啟我們的計算機 OK 呃 他說50嗎 這什麼靜心書卷嗎 50 哦 算他50塊哦 然後6500哦 剛剛說的台幣3000 台幣3000大概換6500個元寶 然後除以50 所以6500 呃 除以50的話 大概 嗯 10 100 哦 130吧 應該130吧 哦 對 130 哦 各位觀眾朋友 你花6000 你花3000塊 就換到 130個靜心書卷 你是這個意思嗎 你是這個意思嗎 哦 你花了 3000多塊 3000多塊 就換這些100多個什麼靜心書卷來衝戰力 你 花錢 你衝得起來 但是你要花多少錢才是問題 你要花多少錢才是問題好嗎 哦 花3000塊買100多個靜心書卷 哈哈哈 換錯是我的話我才不會想買耶 你換那些錢 啊你騙的鬼 鳥戰力 你為什麼不把那些錢 用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面 你就為了什麼優越感嗎 這就是你們所謂的優越感哦 哦好無聊 這幹嘛 服飾店 哦 我有錢嗎 哦 他這個是用什麼 呃 黃金的是元寶 那贏的是什麼 贏染嗎 銀 銀兩座的元寶叫什麼銀寶 還是什麼什麼支付寶嗎 看一下哦 他 哎 他有點靴子 哎 有點鞋子 等一下我現在是有穿衣服嗎 我在穿上一套現衣服 真的有夠醜的 對 夠夠夠夠夠夠 我 我覺得我這次先玩到這邊啊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他手除 手除是任意金額嘛 對不對 前往儲值 等一下我看一下哦 不包含每日購買的 不包含購買每日三小 還有還有限制什麼嗎 我看一下 這些儲值 尊享特權 幹嘛 這這三小鬼鬼東西啊 尊享特權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儲值 九 呃 一塊錢美金 儲值三十塊 會變成尊享一 啊這個 所以他還要累積消費就對了 還要累積消費 累積消費去去 獲得這什麼VIP哦 你們真的會想花 你們就為了花 就為了這些 虛擬寶物的特權 這些就是 就是單純虛擬寶物啊 還有一些什麼在 遊戲 尾部 就是好像也沒什麼用的特權而已啊 每天世界發 世界頻道發言 這些也算是VIP的特權嗎 啊 你就為了這些 你就為了這些奇奇怪怪的特權 然後去花了好幾千塊 甚至幾萬塊 這就是你們所謂優越感 我相信啊 我相信有一些土豪 或者是說一些在坐在家裡等收入的玩家 他們確實 他們確實花得起 他們可能花個幾十萬幾百萬 對他們來說都不痛不癢 因為他們 本身可能他們家裡就很有錢 或者家裡做生意的 或者是說 他們有些是什麼土豪就是 哦 待在家裡收房做那種 那種我們不算在內啊 那請問一下一般的平民玩家 就是那種月收入可能5萬塊上下的那種 哦 月收入可能5萬以下的 一般的平民玩家 你們要把錢花在這種 這種遊戲上面哦 哦 除此嘛 你看 這些 3000 然後這些 這什麼 6000多元寶就3000塊了 6000多個元寶就3000塊 你要花多 我們就以3000塊做一個基礎吧 3000 3000塊做一個基礎 你要花多少個3000塊 請問一下你要花多少個3000塊 在這款遊戲上面 哦 所以真的不要傻好不好 真的不要白吃到那種地步好不好 花3000塊 你3000一個月 3000塊大概是你一個月差不多 三分之一的飯錢了吧 哦 我們算一天一百塊 好吧 一天一餐一百塊 一天一餐一百塊 3000塊就是你一個月三分之一的飯錢了 你要把你吃飯的錢 花在這個遊戲上面 蠢哎 真的很蠢 這個遊戲 我玩 玩到剛才差不多30分鐘嘛 半個小時嘛 我就感覺超級爛的 他基本上除了他的皮膚 哦 打著打著情懷牌 懷舊牌之外嘛 他所有的套路 所有的套路都跟明晰手遊差不多啊 所以你們真的會覺得說 哎 有一款遊戲他終於要出手遊了 而且是以前的遊戲哦 哇 好懷念哦 好好想玩 好期待哦 結果這些遊戲出來的樣子不都不動按樣 有什麼特別的嗎 哦 接任務打怪 穿裝備 充戰力 一大堆課金提示 然後課金提示一筆一單 哦 有幾千塊的 那你們真的會覺得說好遊戲 你們就真的會覺得值得 還是你們真的蠢到 這白癡到覺得說玩手遊一定 啊 可能 可能玩手遊一定得花錢 可是 但是你們真的會蠢到 你們真的會蠢到說 玩遊戲 玩遊戲一定得花錢嗎 所以真的麻煩就是說 一些人開悟一下好不好 真的是麻煩一些人開悟一下 不要他媽的 就是說 有一個藝人來代言這款遊戲 你就哦 比如說 像剛剛說的是徐若萱嘛 以前的童年女神 哇塞童年女神代言這款遊戲 好想玩玩看哦 那你就花錢了嗎 你就花再多錢嗎 這個 他也不會 他也不會看你一眼好不好 跟別人說 你花那些錢 花在這個遊戲 根本就是個無底坑 根本就是個無底洞 你先想看啊 剛剛看了 看 剛剛初初算了一下嗎 哦 3000塊 然後買什麼130個什麼 什麼書卷啊 什麼衝 衝戰略資源嗎 你要花多少個3000塊 請問一下你要花多少個3000塊啊 哦像這些你要花多少個3000塊 至少有一點他比較有良心嗎 他至少這邊還有什麼 健康遊戲公 忠告 適度娛樂 理性消費 真的哦 至少他這句話還還算有良心啊 理性消費 真要理性消費 不要為一款垃圾 花自己大把大把血汗錢 真的 不要亂花錢 理性消費嗎 各位觀眾朋友 理性消費 哦 哦 哎這遊戲有PVP耶 哇好恐怖哦 我要和平 不要打我 所以這個遊戲 如果一款遊戲嘛 有大量的課金要素啊 還有PVP 代表就是說那款遊戲 打八成都是比財力而已啊 就真的是比財力啊 哎等一下 會不會有那種youtuber或者實況主 把這款遊戲講的跟神作一樣吧 該不會真的有把他做 該不會真的有youtuber把這款遊戲講 跟神作一樣 拜託別鬧好不好 別鬧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領獎領取 嗯哼 啊什麼福利 這是幹嘛的 哦還要購買哦 我還要購買這些 購買幹嘛 哇靠 這個還要銀票 銀 媽的耶 銀到銀票 我看一下15塊美金 15塊美金1比30的話 450 就為了 好好算算450 好了 你就為你就花450 就為了這些 啊這什麼搖錢樹 靠北關還沒看到這邊 結果這邊還有一大堆的課金提示 哦夠夠夠夠夠 哇靠 看一下這是怎樣 花 呃 12塊12塊美金算13塊哦 10塊13塊 所以390 花390就是為這些 哦花390 啊什麼每個禮包 哇幹 超多課金提示的啊 馬德 還有周卡哇靠 哦我們看到重頭戲了周卡跟月卡 別看好不好 哦真的不要課金 真的不要課金 你為你為你花的錢就是為一些稀少資源 跟別說還是這種畫質不高 然後遊戲遊戲架構讓刀爆遊戲 OK我想我們這次就先到這邊啊 那就 啊 幹遊戲拜拜哦 我應該還會繼續玩就看他還有什麼美好的風景好不好 台灣最美的是人 那遊戲最好是最美的是什麼 我我不知道 哈哈哈 啊 啊 那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